大家好,我是小苏 刚好家里的小菜也吃完了 今天我们就来做腌萝卜 不用晒,不用泡 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绝对是称霸餐桌的下饭小菜 进入初天,萝卜开始大量上市 花了五块钱买了两根白萝卜 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准备两根又白又胖的白萝卜 先改刀成7毫米到10米之间的厚片 然后切成长条 切好之后,装入人家最大的盆中 腌制白萝卜,最继直接放盐 那样会毁了超级有营养的萝卜水 2800克的萝卜条,我加入了30克的白糖 然后把它们翻拌均匀了 让每一根萝卜条上都沾上白糖 放在一边,腌制上两个小时 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腌出了好多的萝卜水 腌制好的萝卜水又水又甜 非常有营养,可以直接把它喝掉 现在,萝卜条也变得非常的柔软有韧劲 但是,里面还有大量的水分 所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大一点的龙梯布 把萝卜条全部放进来 然后,把它包起来 容器中,我们放上一个龙梯臂 再放入包好的萝卜条 上面压一个重点的容器 里面,我装了满满的一盆水 压制了半个小时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你也可以给它压上一晚上 现在的萝卜条,含水量更低了 也变得更有韧劲 吃起来呢,才会比较脆爽 也压出了好多的萝卜水 腌制好的萝卜条,我们给它放在案板上 然后给它摊平,晾一下里面的水汽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些腌制的小料 一头大蒜,先把它拍碎 直接剁成蒜末 装入盘中备用 装入盘中备用 50克的生姜先切片 再切丝 最后剁成姜末 一起放入盘中备用 起锅烧油 开小火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倒入蒜末和姜末 冰出它们的香味 然后加入30克微辣的细辣椒粉 20克提色的甜辣椒粉 炒出辣椒的香味 再放入10克的白芝麻 全程使用最小的火苗 继续翻炒上半分钟 闻到辣椒的焦香就可以关火 凉温之后 倒入空过水汽的萝卜条中 再根据自己口味的清淡 加入适量的食盐调味 30克的生抽提色提味 直接下手 然后像我这样直接往里搂着拌 可以快速的把萝卜条拌均匀 这样拌好的萝卜条会更加的入味 更加好吃 拌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找一个无水无油的密封容器 把腌制好的萝卜条直接放进来 这样腌制好的萝卜条直接可以先吃 也可以放入冰箱冷藏 随吃随取 这样腌制好的萝卜条吃起来麻辣爽口 干干脆爽 而且超级的入味 作为下饭小菜 无论是夹馒头配粥 配米饭 拌面条 都是特别的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 就请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击关注才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